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诗篇卷一对应是创世记 人子如月节 第24篇卷一的第三部分 仍然是人子基督 诗篇是什么时候写的呢? 在这个表上写着作王后 有灰色的部分 所以在他三十岁至四十多岁之间 做王的时候 即是哪一段时间呢? 就是迎接若贵进耶路撒冷的时候 所指的是《撒母耳记下》第六章 在第24篇 诗篇第24篇三条四节里说到 谁能登耶和华的山 谁能站在他的圣所 就是手洁心清 不向虚妄 起誓不怀诡诈的人 这个应该是若贵入耶路撒冷之后 大卫很自然发出的感想 第七章第十节 中成门 你们要抬起头来 永久的门户 你们要被举起 那个荣耀的王将要进来 荣耀的王是谁呢? 就是有能 有力有能的耶和华 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 神要进入耶路撒冷 而最合理的解释就是 大卫仍若贵的时候 好了 那我们就准备看诗篇第24篇 诗篇第24篇很短的 就是一个感恩的诗篇 大卫的诗 诗篇第24篇第一节 地同其中所充满的 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 他将地建立在海上 安定在大水之上 谁能够登耶和华的山 谁能够站在他的圣所呢? 就是守洁心清 不向虚妄 起誓不怀鬼诈的人 他必蒙耶和华赐福 有蒙救他的神 令他成为义 这就是寻求耶和华的族类 是寻求里面的雅各 细拉 所以这个上一半就是一部分 好了 到下一半 荣耀之王 众成们 你们要抬起头来 永久的门户 你们要被举起 那个荣耀的王将要进来 荣耀的王是哪个呢? 就是有力有能的耶和华 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 众成们 你们要抬起头来 永久的门户 你们要把头抬起 荣耀的王将要进来 荣耀的王是哪个呢? 万君之耶和华 他是荣耀的王 细拉 所以在这里就有两段诗歌 然后再来看诗篇批词 诗篇第24篇 说的是刑价 题目就是海船 作者就是大卫 大纲一开始就说到全世界属神 而到中间就说到 哪个能登耶和华的山 而到后面就说到 耶和华为王进来 很短 所以很清晰 中心节就是第四节 就是手劫心清 不向虚妄 起誓不怀诡诈的人 好 这里有一段小印 就是这么说的 当大卫将若柜从俄别以东家中 带到石安本城的时候 大卫心中非常高兴 很多解经家认为 这篇就是在他快乐地迎接神若柜的时候所作的 当若柜还在俄别以东家当中的时候 神就因此给俄别以东很多福气 到现在大卫因为诚心悔改了 所以满心盼望神也照样此福给他 而若柜在哪里 哪里就代表着神的住所 大卫欢迎若柜也正是欢迎神自己 从此 石安正式成为神的成立 在诗篇第132篇第13节里面说到 因为耶和华选了石安 愿意当做自己的居所 而在这篇预表主耶稣 其实跟第2、12、23篇是有连接关系的 在第22篇所预表的就是主耶稣受苦 其实是一些过去的事 在第23篇所说的就是预表主耶稣 现在亲自做信徒的好牧人 去到第24篇就是预表主耶稣将来做圣徒荣耀的王 而这一篇的做法就是唱和的 好了 到启祷本圣经的解释了 这篇第24篇 这篇是一个进殿诗 或者是赞美大卫当日迎若柜入圣所的时候所作的 可以看《撒母耳记下》第6章12-19节 好了 这段是这么说的 有人说给大卫王听 耶和华因为若柜赐福给俄别尔东的家和他一切熟他 大卫就去了欢欢喜喜的张神的若柜 从俄别尔东家里抬到大卫的城里面 台耶和华说若柜的人走了六步 大卫就献牛和肥羊为祭 大卫穿上细麻布的叶弗德 在耶和华面前激力跳舞 这样大卫和以色列的全家欢呼吹角 将耶和华的若柜抬上来 耶和华的若柜入了大卫城的时候 素洛女米甲从窗户观看 见大卫王在耶和华面前踊跃跳舞 心里便轻视他 第17节 众人将耶和华的若柜请进去 安放在所预备的地方 就是在大卫所搭的帐幕里面 大卫在耶和华面前献凡祭和平安祭 大卫献完凡祭和平安祭 便奉耶和华的万君之耶和华的名 给民祝福 并且分给以色列众人 无论男女每人一个饼 一块肉 一个葡萄饼 众人就回了自己家去 所以在诗篇里面 第24篇 首先是讲了神的创造大能 就指出荣耀君王的身份 然后再描写进入圣所者所需要的条件 也就是荣耀君王的资格 而去到7-10节 就是为 进殿的人和守门人的对称 荣耀的王战胜敌人 而海船进城 守门的人 询问是谁就是荣耀王呢 那进殿者就回应 荣耀王就是耶和华神 好了 诗篇第24篇第一节 里面讲到 其实就是保罗曾经引用这一节 来说明食物和人的关系 所讲的就是这里 地上和其中所充满的 世界重处在其中的都属耶和华 第二节 就是 我先读了 他将地建立在海上 安定在大水之上 所指的就是 神是全世界的主 因为他是创造了全地 然后到第三节 谁能登耶和华的山 谁能站在他的圣所 而耶和华的山所指的就是石安山 然后中心节就是第四节 守结心清不向虚妄 起誓不怀诡诈的人 守结就是那些行为 是无瑕无痴的 心清不单是行为正直 更加是动机顺正的 而虚妄所指的是偶像 然后到第五节 他必蒙耶和华此福 又蒙救他的神 令到他成义 成义的意思就是 向神忠信守约的必得神所应许的公义的奖赏 好了 那么到第六节 这个就是尋求耶和华的族类 是尋求里面的雅各 这个族类也可以作为福分和赏赐 里面的雅各也作为雅各神的面 全局的意思就是终尋神的命令 和尋求神面的人 就可以得到这份福气和赏赐 好了 到下面 第七节 你们要抬起头来 永久的门户 你们要被举起 那个荣耀的王将要进来 好了 到第七节 这里讲到 进殿朝拜的人 和守门者是对相 好了 到第十节 万君之耶和华 也都清在全能的耶和华 因为他是握有 天上和地上所有的权能的 好了 那么今节 讲诗篇第24篇 那就到这里先了 我们是圣经吉甲 我们邀请你加入我们的discord讨论区 我们邀请你分享赞好订阅留言 是我们的牧养专业和youtube channel 我们是圣经吉甲 我们的使命就是圣灵更生 活出圣经合一荣神 好了 我们今次讲到这里先 祝福大家